自去年6月以来,香港警队的濫捕行为 是非常严重,越来越严重 濫捕的暴治可以是暴力的暴,也都是拘捕的暴 根据邓炳刚刚讲的数字 有大约一万人在反送中运动被捕 而检控只有二千多人,大约检控率是两成 换句话讲,有至少八成案件是濫捕,是乱捉人 我自己都是濫捕的辅主,我在今年6月28日被捕 我带着区议员的议员证在前线监察警方执法 但都被你们抓了,当时是6月28日大约5点 我在旺角灯打市街尼敦道交界,警方突然包围行人路 我当时只不过是站在行人路,完全无阻碍你们执法 但除了是记者之外,所有在铲打里面的市民 包括我在内都是被捕,罪名是非法集结 那天拘捕了53人,年纪最大的是一位80多岁 握拐掌的伯伯,也有四五位穿着黄背心的急救人员 最小的急救人员只有14岁,而其余大部分被捕人士 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者或中年人士 有刚刚按完跪完机按钱的市民 也有准备去信我买玩具的市民 他们是路过的,但都是被你们警方濫捕 最离谱的是我亲眼见到一位女士 在对面马路走过来铲带里面 然后警员不知为何放了她入铲带 然后不让她出,然后被捕了 去到红磡警署我听到有警员笑笑口在聊天 他就说每次只要拉一两批人 当日就无人够胆再聚集乖乖回家 也有9月6日被告人士跟我反映 说他们在警署听到有警察聊天时 就说要跑数,抓人员是要跑数的 首先我要问警方现在是否有一个最新的指令 就是说要前线警员有杀错,无放过 这样乱拉人跑数呢? 你会不会向过去一年所有被濫捕的市民 包括我在内道歉 杏炳强你最近接受郭佩帆访问的时候 你说只要传媒在铲带外面採访 就不会有事,这个完全是荒谬,是歪理 因为你的铲带是懂得变形,懂得移动的 当日6月28日就很清楚了,你的铲带 是会突然之间包围行人路上的市民和传媒 而你今次修改警察通例的传媒定义 很明显是为了筛选传媒 我要问如果有传媒不在政府新闻处的名单里面 然后在铲带里面被你大包围 那些网媒或学生媒体在铲带里面 会不会被拘捕,最后你在港密里面 有黄背心的人士阻住你捉拆,抢饭 甚至扔雪糕桶,完全是夸张失实 在过去一年一万个被捕人士里面 你跟我说有几多个是你所谓的假记者 请你交出数字,不要再抹黑传媒